我的天哪 你敢相信 有人用无量的浇水 竟然可以修复一个打碎的杯呢 我咋不相信呢 今天我们也来试一下啊 首先准备一个 整长了10年没用的杯子 然后我们再小心一一的 把这个杯子给砸掉一个小口啊 然后从哪里开始砸呢 我想了一下还是从 这里砸吧 我们就把这个小口给它砸就行了啊 轻轻地砸啊 他妈的还挺结实 我去这整长10年的杯子 就是不一样啊 特别的结实 我拿去都砸不过 我本来只是想啊 砸的这一个拐脚的结果 哎呀这就完了 这可能我整长了10年的杯子 没关系 我们把它合上之后啊 然后我们先502的浇水 给它沾上啊 然后啊 我又从隔壁小孩那里 用了一点啊 自己参加的方便面啊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达水泡面 把它放在这个直板上面 然后把杯子都放在上面啊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进行粘了啊 然后泡面一点点的往前移动啊 好了 处理们啊 现在这个502已经干了 接下来我们把这个板子给它砸掉啊 接下来就这一碗 我需要打磨 就打磨比较费劲啊 先打出一个别字 然后会跳出来很多字 一直选第一个字 一直点到它结束为止 你的答案是什么呢 你说学生党不能用 这个手势 同时完成点赞和关注 首先准备一个保险的手机 然后再评论区输入 别人家的男朋友是什么情况 问问问问 这啥意思呀 你们有事呀 看一下你们打出别字后面都是什么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试一下第二个 据说这个手势 不能同时关注和点赞 我不相信 我要来试一下 哎 哎 你还真的不行 你们试一下你们行不行 兄弟 这么多还可以吧 我去 没想到我修复的那么完美 这是我唯一一次没有翻车的视频 兄弟们 你们一定给我留个纪念 接下来啊 我们再用这个墙面翻轻器啊 来给它翻轻一下 这个墙面翻轻器就是白色的 跟我这个杯子是一样的颜色啊 接下来咱们就给它上色啊 接下来就是见证急急的车道啊 千万不要胆养啊 怎么样 我修复的完不完美 是不是刚开始的辈子是一样的啊 对吧 对吧